曲名字幕 阿宗 台北 好 有些事要跟大家說一說 不過希望你答應我 聽完以後,不要笑你們 話說最近,我喜歡了 愛上了做運動 所以我現在準備 上班再吃個早餐 是,為甚麼? 因為今天下雨,所以我無法去做運動 於是我們決定早點回公司剪片 吃個早餐,然後今天會拍個Fog 因為我晚一點就會去拍真心話 然後晚上就回公司再做直播 我覺得平時也不多外出 難得有機會會外出 所以就繼續拍個Fog 上來壓下視頻 我頂了,我只顧著拍Fog 打算開始瀟灑一點 然後我忘記帶錢包 忘記帶口罩,各方面 然後我的鎖匙也在錢包上 我還是忘記拿 幸好我姐姐在家 現在就在樓下找我姐姐拿回鎖匙 好運,好運,真的好運 差點就糟了 是沒有帶鎖匙,我回不到公司 也回不到家 也沒有帶口罩,出不到街 也沒有帶錢,糟糕了 的士都來了 快點到家裡 快點到家裡 我以為這樣做了 特地找到海融的位置 讓大家看到你拍攝的一面 我還沒戴帽子 是呀 看不出來 現在看得出來 太遲了 有沒有好一點 可以回香港 回到公司 第二時間要做的事 就是找了檢查的位置 這個就是檢查的位置 然後呢 OK 沒事吧 Sony的機果然夠堅強 那要做什麼呢? 然後就在錯誤的位置 自拍一張照片給它看 給它壓力 對 我們就在錯誤的位置 自拍一張照片給它壓力 就是這樣 然後就吃早餐 呵呵呵 OK 切丁已經覆了我了 然後就很虛偽地跟它說 沒有沒有 我不是催你 你慢慢不急不急 由於明天就是我們公司的Halloween Party 現在我們正在準備很多啤酒 我看到也有點害怕 拍大排檔也要喝 Halloween也要喝 還要這麼多 好 吃完早餐就回到我的房間 相信大家之前也有聽我說過 就是說我會想拍多一點點Flog 來記錄下我的生活 但是後來你如果留意我的頻道的話 應該就發現其實我沒有什麼出Flog 出了都是一些廣告 或者一些其他的片 打機片之類的那些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我是經常拍Flog 但是我經常拍完 都沒有剪出來 因為拍一條Flog其實很簡單 老實說我 譬如我今天有事做 我就拿著相機拍一下 這樣拍一下那樣 不是真的說很難 但是最麻煩就是剪這部份 老實說剪一條Flog 如果你真的要好有心機 加上音樂 加上特效 字幕 彈字 其他的graphic 那些東西 那可能真的要十幾二十個小時 即如果你狂剪的話 不計你中間剪到累 休息一下之類的那些 那就是很大工程的 再加上有時候可能有其他片 有些job趕著要做 那一般我都叫氣聆 或者另外幾個剪片師 就剪了一些job優先 所以那些Flog 就慢慢慢慢退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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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後 退到沒有感覺 就不想出了 因為好像隔了很久 沒有理由 突然間出條半年前的Flog 好像很奇怪 那我就想 如果是這樣 還是我隨便 例如我不弄那么多字幕 不弄什么弹字 始终我记录生活 会不会我拍一拍 我加一些音乐 字幕都不加 就是单纯记录我的生活 那又行不行呢 当然是OK 但这个就涉及另一个问题 就是view数 譬如拍了这些片子 老实说有字幕的片子 一定是高view过没有字幕的片子 那你剪得有心机一点点 那又会再多人看 一来人会觉得好看点 有诚意一点点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抉择了 究竟我们拍片 是为了view数来赚钱呢 还是单纯想很简单地记录自己的生活呢 如果你是单纯想记录生活呢 其实我得少少音乐 加点剪接就OK 不用加太多 但如果你想要view数想赚钱呢 那可能就要加很多东西 所以我就决定了 是要view数的 所以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这条片 会有很多不同的弹字 各方面都出来了 有很多effect 有些graphic的东西 然后字幕都要齐了 没办法 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贪钱的人 所以应该 不是 开玩笑的 应该就不会的 我就真的想试一下 记录多一点 view数少一点 没所谓的 不怕的 出点靠完工吧 好吗 就这样 原来 原来是音乐了 原来